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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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大家好 我是KK 那今天呢 我要来讲的是 如何下载Java 7的教学 那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个 去年四月的事情 它已经结束公用更新了 所以 所以呢 所以 所以要如何安装Java 7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等等哦 等我找一下 我已经很久没录影了 Java 7 Java SE的底下 Java Archive Java SE 7 就是 反正就是Java 7的 可是 你看哦 我现在 最新版是7u80嘛 那我点下去 我要的应该是Rontime Environment 然后Accept 之后 就你知道 官网是正常的 然后 Offline 我选这个 然后等下看到一个画面 你看到 你看到这里 要登入 好啦 其实 其实 因为这个 我有创一个帐号 可是 可是我相信大家 不太想创这种帐号吧 那 因为这样子 所以 我会把我下载到的档案 我会放在那个 云端一碟上面 我底下会留下的链接 然后让你们去下载 那我想 应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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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应该是不太会更新Java 7了 那如果有需要用Java 7 可以在我那边下载 或者是你可以创的正好也可以 可是 说真的 应该 我们现在应该要用Java 8 因为 你知道 就是 有更新还是比较好嘛 然后 如果说之前的那个 像1.6.2的那个 诶 还是1.6.4啊 反正就是像 像是那个近期的B小堆之类的 那种 1.6开头的 或是 1.7.2 或是1.7.10 比较旧的Forge版本的话 就再 装一个补丁 哦 我也有录那个影片 然后我也把那个链接 放在底下 就可以过去看一看 嗯 就今天就 读到这边了 虽然有点短 可是就 想说能带一个教学吧 就 就希望大家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 按个喜欢 然后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哦 那下次再见咯 拜拜